1 2 3 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有話要說了 有話要說了 我們 不要說了 讓我先說了一點點 話說上個星期我出了一個IG story 說我們在兩天之內做了一個很任性的決定 大家可能會猜我們是結婚啦 買我啦 買車啦 還是我買了一個很貴的袋子 錯錯錯 全部都不是 不過也有觀眾猜到差不多 好了 我們由這位先生 現在開估了 沒錯 這條片很可能是最後一次在這個背景拍的 可能大家會覺得很驚訝 我們都一樣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這位先生不如說一點點吧 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 哈哈哈哈哈哈 一條濕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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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 所以我們就走到下一條街 那個地產商突然間我們面前這樣經過了 不是這樣 只是踩單車 哈哈哈哈 我不行了 笑到眼淚了 然後我們就截停了去 問他究竟那個盤的一些詳情 他第一句就說不適合你們了 那個盤就在山上的 所以我們都沒有考慮 然後就說有一個好的盤 你們有沒有興趣呢? 那我就打算看示範單位而已 不用錢的嘛 只要看房子而已 那就約了他第二天的早上 就去了這個單位那裡看看 然後之後 他們就說有些時間我們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那個單位我們都很滿意很喜歡 然後一進去就覺得很棒 然後到星期一 他突然間就說 你們現在要做決定了 所以我們就由星期六的晚上 知道有這件事 之前從來都沒有想過 說很突然間 或者很詳細去考慮要搬的 然後到星期一就博取了 是不是超級無敵快呢? 這件事 是啊 嚇到我了 哈哈哈哈 明明這個大事是他負責博取決定的 是我這些小女人 哈哈哈哈 大家是不是以為我們會坐在這裡 說完整條影片 當然不會啦 知道你們想看什麼 所以呢 我們在新屋那裡見啦 嘿! 這就是我們的新屋啦 要不要飲食 夠不夠衝動 由上個星期六晚開始 我們去看這間屋 但是知道這間屋 然後星期二的早上看完 星期一的早上看完 星期一的早上看完 星期二的早上看完 現在我們已經拿了鎖匙啦 哈哈 是不是很過分啊 這件事 應該大家現在會聽到 沒有帶回音的 是什麼都沒有 我想大家都會很慕 為何我們突然間決定搬家 其實有兩大原因 第一就是這裏大很多 大家都知道我們之前住在那裏 是一個堂行 沒有聽的 就只有一個床 所以有時候我們沒有東西做 可能外面下雨天氣不好 出不了去玩的時候 我們活動範圍只有一個上一床 基本上床是沒有地方可以動動的 然後我們煮東西吃的地方 還有一床很小的桌子 你說是不是完全不方便呢 我們都住了兩年多的 都生活到的 但我們看到這個單位 是寬敞了很多 寬敞 寬敞 總之就是用倍數來計算的大 所以第一眼看到這裏的鎖匙 我們已經很喜歡這裏 還有你們看到現在是自然光亮 我們沒有打燈的 所以我們原始也沒有 但是真的沒有光亮 我覺得很漂亮 對 插下一個換衣 你剛才偷了我去 對 我們每次看樓 都會帶著這隻小狗 帶著他 大爺你沒有換衣 我真的沒有換衣 然後第二個原因 就是這裏和我們的舊屋 其實相差是一百左右 我昨天數過 我們這個度假形式 同居生活 已經過了兩年的時間 其實在這個小區域 都可以找到很多好好的朋友 一些好好的鄰居 有一個習慣問題 因為我們熟悉這裏 這邊的路有什麼食物 還有這裏也很喜歡 初排來這裏 初排來這裏 很開心 每次經過 對 所以更加令我們 不如我們 幸好去做這裏 其實還有第三個原因 因為之前舊屋那裏 實在太小了 我們有朋友 來長洲跟我們玩 是完全招呼不到 他們沒有地方坐 有朋友是要躲在地上 我真的覺得很不好意思 雖然我們不會為了朋友 去搬到這麼隆重 但是這裏的大小 絕對是可以招呼不同的親友 來玩一下 甚至我們都想著一張梳化床 如果有朋友玩得晚了 都可以在這裏 這裏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一個原因 這裏是大一倍 但其實中金來說 就沒有多一倍 都是一個我們可以承受到的範圍 當然這裏大約這麼多的中金 就一定是貴了 但是我們都覺得 合理的這個價錢 我們都負擔得到的 所以平日我們就更加吃飯 不錯 我們要貪錢給人家做 對嗎 不如大家大仗望 現在雖然是鎖匙單 很多位都不是他們在執行的 這裏師傅都要去攪拌 不是身後 這裏大家也會見到一個文青 一種非常漂亮的裝修 我們一起以賺錢為準 因為這樣所有的東西 我們都一致認同 不是不足夠我們平日生活的 所以我們不會說 用很多錢買很多新的家事回來 反而把舊的東西全部都搬過來 然後差點的東西 再慢慢去添置 這裏的街坊是很好人的 他們有些東西是多了 可以販賣給我們的東西 我們都會怎麼收的 當然如果有廠商有任何廠商 有任何廠商 有任何廠商 歡迎所有的家人 我們不是想營造一個打卡的家 我們是希望實際地住得舒服 住得開心 所以遲些你們想看的room tour 可以的 但沒有太大期望 是一些很漂亮 到處都是拍照的風格 沒有IG的布 我相信都不是的了 三次給你們看 我覺得現在的IG是白色 然後之後 大家最想看的就是這裏的tour 趁現在什麼都沒有給大家看這裏的框 然後我不知道要多久 我們可能中十月尾 對 我們let's go 沒錯 我們新東國情會分一連十集 大家記得跟著我們的頻道 這裏就是我們的店 到時候真的可以有沙發 可以看一下電視 現在我們的家 電視放在地下 如果要看才拿上飯桌 然後外面這裡 就會是我們的露台 然後之後 哇 你真的很開心 我們這裏是有廚房的 這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有一個很正統的廚房 有爐 然後還有一些廚櫃 之前的家是沒有的 所以這件事很幸福 然後到旁邊就會有一個廁所 裡面是有棋缸的 我們在這兩年的生活 就是廁所和洗澡的地方共用的 所以對我們來說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然後就到房間了 沒錯 我們是有一間房間的 是有廁有房間的一個單位 現在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個 不是 是兩個冷氣 是不是很奇怪 因為 好像說業主本身是用窗口式 上一個租客自己裝了分體色之後 現在拆不出窗口式 所以唯有有這個特色 而天台方面 都是什麼都沒有的 除了有上手租客 留給我們的一枝魚缸 初陪已經去那裡 看看發生什麼事了 我們沒試過住有天台的家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未知之數 但這裡可以和初陪玩一下 都很開心的一件事 你有沒有很滿意這間新屋 你都在參觀嗎 是不是 我們遲些在這裡住好嗎 開心嗎 希望大家都和我一樣很期待 究竟新屋新生活會是怎樣 究竟會不會長期住在長洲 因為始終現在變了一個正統的家 我們還要住在一起看看一切的所有東西 是可不可以公開到的 Anyway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東西 什麼買菜呢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小狗 她開心是我們最重要的事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每個星期都會下載兩片新片 星期六的三點,星期一的星期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拜拜 我想大家都會好奇為何我們突然選擇去搬家 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這裡大很多 對 說完了 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租金問題 這裡雖然是大一杯 大一杯 你今天夠了